好 第二个 附属的路 除了 你修路家门是不是有很多管线 那么从很多管线怎么处理 有两种情况 一个是新建的 一个是既有的 新建还好 什么呀 新白纸 对吧 啥一管地 场地什么也没有 想怎么干怎么干 对不对 那么遵循什么原则 遵循先帝下 后地上 先身后抢原则 这要怎么考案 告诉你 不会考选择 向来怎么 直接考案例 考这个计划太low了 对不对 考什么 考试图 给你图 就简化图 这个图到时候比这个还复杂点 对不对 给你把 那个车道给你画出来 宽度给你画出来 对不对 但是原理就这个简单图 对吧 那反映有污水管道 有鱼管道 有隔水管道 你告诉我先施工水 是不是先施工污水 再施工鱼水 再施工隔水 对吧 由下而上施工 你总不通 把隔水之管道施工完之后 这土都压实了 然后再开挖 往下施工鱼水 你这本末倒置了吗 你这不是白亚了吗 对不对 所以说先施工污水 再施工鱼水 再施工肥水 好 第一个是图 第二个他怎么会描述啊 会告诉你个 浮土厚土 浮土厚土 对不对 假如说告诉你 污水我浮土五米 雨水浮土两米 给水浮土一米 你告诉我谁先生 是不是浮土顺得越 跌跌大直才越深呢 对吧 所以说两种考法 第一个是 告诉你浮土厚土 第二考什么 试图 好 今天还好 说了底下没有原谅了 那如果是有管道怎么办 就是什么 改造路 那怎么办 原来有管道了 那我们怎么办 对管道进行保护 那这管道怎么保护啊 你给水平知道什么 这管道在哪吧 所以怎么办 我们要进行挖探钩 进行探测 他的实际位置 有人说不对啊 建设单位会给我什么 这个这个这个图纸的 那好了 建设单位是给你图纸的 但是这个图纸你先给他吗 因为长期动用下 这个管道会不会沉降啊 他位置会不会发生移动啊 所以怎么 你需要确认一下 叫什么探探 好了 那么此时会引入新的考点 什么考点 老的管道 我如何开发 如何保护呢 好 他说的书土 书土是顶面网上算 顶面网上算啊 顶面网上算 那么这个管道开发过程中 如何保护啊 首先这个准备了 什么呀 要建设方会提供什么 他的勘察报告的 对吧 告诉你这个管道在哪 管道在哪 然后呢 如果不全能的话怎么办 可以向规划部门和管理部门 进行查询 然后现场做实质坑探 怎么办 人工挖探钩 那好了 那你这个人工挖探钩 你告诉我 你是横着挖的 还是纵着挖 横着挖还是纵着挖 是不是应该横着挖呀 对吧 为什么呀 我只知道这管道埋伸就可以了 我需要给它纵着挖吗 是不是 我是不是主要看着 知道这个图就可以了 对吧 我只知道 这和这 这的深度是多少就行 是不是 所以说沿宽度挖 不要沿长度挖 没必要 我只要埋伸就可以了 对不对 沿宽度挖 挖探钩 然后怎么办 标明它的位置 干什么 因为施工人员要看图纸 对不对 所以说要在生活上进行标注 确定吧 位置和埋伸 好 这种的挖探钩 是吧 来确定什么 管心的位置 管心的位置 防止吧 防止挖坏的 好了 那么听之后怎么办 都知道都探明情况了 下方怎么办 我什么时候要编制保护方案 我如何保护啊 对不对 要编制方案 哎 怎么办 在营养算内要进行保护加固知乎 比如悬调啊 对吧 支撑啊 那如果最彻底什么 迁移 什么 给你改掉 改移 不要再有时空虚拟 给你改掉 对不对 然后确定开发方法 但是这些东西怎么办 你要征服管理单位同意 为什么 这管道不是你的 是人家的 对不对 你能随着动员东西吗 不能 所以怎么办 要经过管理单位同意后 方可实施 好 这么的保护方案 那么管理 迁移保护 怎么办 我们可以怎么办 进行迁 拆迁 改移和悬调 看看这个图是什么 悬调 对吧 你把挖空了 它就不能往下变形啊 对吧 悬调 那么开工前 要怎么开协调会啊 专人检查监督 为什么 方向什么 管道运行啊 还是什么 监控量测 制定什么 有些的安全具有措施 好 这是我们的什么 对于必有管道的保护措施 要怎么 要拿图纸 要坑探 要开产权协调会 然后怎么办 确定方案 要什么 要经过人家 管理单位同意 然后开发过程中怎么办 要注意保护 对吧 要管道两边 要人工开发 对吧 要悬调保护 等等等等 那这产权协调会 是谁组织的 怎么了 问一个问题 来回复一下 产权协调会 谁组织的 你看 那个问题啊 打字回复一下 好 那么路基土房 开挖手 都有哪些啊 包括我们的开挖的路线 田柱的路基 这就是什么 挖的路线 对吧 你的清真面 低于你地表 怎么办 挖 如果高 如果你的设计比较高 高于你地表 怎么办 田 田柱 还有什么 正平路基 哎 整平 通过什么呀 刮刀 平平平 平平 平平击 平击击击 怎么办 你这路线怎么出来的 都通过平击击来什么 平呢 哎 刮出来的 刮出路红 刮路红 然后怎么办 要压实 修整和修建防护 这么的路基的做法 啊 有些工序 好 然后看路基 那么田土路基 叫什么 叫路低 对吧 你的设计比较高 高于你地表 怎么办 你要行吗 进行田土啊 进行田土 那么我们在田土前 这个原地面是要处理的 对吧 你不能说直接在草地上田土吧 那你后几个草是不是会腐烂啊腐植啊 成腐植土 对不对 腐植土 然后怎么办 要清除树根杂草玉泥 承载能力不足啊 你在承载能力不足上填好土 你告诉我有用吗 没有 那么因为妥善处理 缝坑井穴 分层 填是什么 原地面的地方 啊 填高了 这种的路低啊路低 再两天会什么 会有边沟 那么这会有什么 泼面的防护 为什么呀 你这走路之后 他是不是会把船地地啊 滑他呀 滑椅呀 是什么 支头可以 还有什么 我们刚说的 挡土墙 哎呀 挡土墙 好 这种的路低啊路低 那么前方断 要之前找平 那么当横向坡度 抖于1比5时 哎 这是我们的横向 坡度抖于1比5 那如果锅走的情况下 你直接在上面填土 这此时不会 向下滑椅啊 是不是就下沉了 是不是 这路是不是不稳定了 所以怎么办 怎么办 要开台阶 哎 开台阶 1比5 那么好了 那人说抖1比5时 那此时问题 1比4 跟1比6 哪个 抖于1比5 啊 昨天他是不是讲了坡度了 啊 这个抖于怎么算呢 高度 于什么 乘数 一个是1比4 一个是1比6 你说哪个更缓 是不是1比6更缓呀 所以说抖于1比5 是1比4 1比3 1比2 啊 抖于1比5 是什么 叫开台阶 那开台阶 注意台阶的高度 不为大于什么 300 哪啊 宽度 不小于1米 哎 长一点 这儿低一点 是不是很缓呀 啊 较较 1米和300 那么在碾压时候怎么办 要注意 先轻厚重 先轻厚重 哎 不是上有重压 为什么 密度不一样 它是怎么压去了 对吧 这儿添的松 这儿添的密 对吧 坑了嘛 坑了嘛 先轻厚重 出品一下 哎 那么最后 碾压 应不小于多少 12吨级的压肌 压肌多少 十二吨级 那么填方高度 内的管含填度 是500毫米上 等于压肌碾压 为啥 如果你不够500的话 你这个压肌 直接碾压的话 你的管道不就坏了吗 所以说有个什么 保护的厚度多少 500 基本上都是500 基本上 500是很常见 比如说 降了深度 坑底下 0.5米 就对 那0.5米 好 那如果它不够了 怎么办 不够了怎么办 好了 那么我们看一下 当你的管道 位于陆基范围内 那么它的管底上 以上550公分 怎么办 用轻型压实机 对吧 这500 管道上500毫米 这怎么压实 弄压机 怎么办 用轻型机 比如说挖行 跳行 对吧 挖行 跳行 接压管道坏 那么 当管道顶面 就陆床厚度 不大于50公分时候 那怎么办 不大于 对 建设单位 没错 建设单位 没错 扰外联的 都是我们的建设单位 建设单位 好 那么不大于50公分时 对什么 对管道进行加固 进行加固 怎么加固 包风可不可以 可以 包风 那么当管道决动 富度和在50到80公分时 那么陆基压实 对管道 这才是什么保护和加固措施 加固措施 要知道 500毫米上 才是什么 重型机具加实 500公米 500公分以下 怎么办 小型机具 比如说挖行 跳行 就可以了 如果不过的话 直接 固定土 包风就可以 包风 好 这就是我们的偏谱 加套管 可以 那么还有挖土路基 形成什么 路线 路线 那么这是我们什么 这是我们的原地面 这是我们的设计标高 当我们设计标高 低于你原长组的时候 怎么办 你要进行开挖 开挖 那么在开挖之前 要做什么工作 首先第一点 轻调 咱不说了 那还怎么办 要挖什么 让我挖截水沟 防止你歪歪水 怎么流下去 你就不泡槽了吗 对不对 所以就挖这个东西 叫截水沟 拦截地表水 哎 或者什么 挡手墙 挡手墙 可不可以 可以 啊 好 那么我挖的时候怎么办 哎 要分成挖 这没问题 那挖手 我们这个地方 也要律游什么 一定有宽度 啊 后堵 为什么 因为后期 你才要刷坡呢 哎 你还会来刷坡呢 如果你挖了 就挖了这之后 你告诉你刷坡的话 你这边不是又早冬了吗 对不对 所以说这还有 又要律游 一定有宽度 啊 有宽度 然后分成挖地 啊 分成挖地 挖地之后 我们在这会有个边沟 啊 对 这是边沟 这是洁水沟 拦截地表水的 这是什么 排路面水的 啊 那么在这个位置 还有东西叫什么 叫碎落台 碎落台 为什么 那么要它滑坡之后 它尺寸滑滑滑滑 没有碎落台 那是不是直接滑路面上了 是不是很危险啊 所以说 为什么会有个碎落台 也叫做缓冲平台 啊 干什么 缓冲平台 缓冲啊 掉到什么 碎落台上 好 这是什么 是我们的路窜的一个 好 好 那么路易时空前 也要排出这个水 树干 这不说了 这不说了 那么第三个 挖土石要自上而下 分层开挖 严禁 掏捅开挖 掏捅开挖 是不是很明显 对吧 土在这呢 你从底下往上挖 从下往上挖 这不叫掏捅开挖 那这土挖空来 这会掉下来啊 叫什么 叫神仙土 对吧 所以说自上而下 分层开挖 也就是 那么我们机械开挖的时候 注意这机械开挖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避开 构筑和管线 防止什么 破坏啊 所以这为了防止这个管线破坏 怎么办 我们要是不是提前出了 要提前做坑探啊 哎 标明你管型位置 那你标明之后 你记得再怎么开挖 它不像咱人啊 不能控制 那你控制是不好 是吧 就把管道挖坏了 所以怎么办 在距离管道和缆线 几米范围内 要怎么办 要人工开挖 管道边一米 直买缆线两米 也就是这样 有人会计魂 为什么会计魂 所以你没理解 我们如果是直买缆线的话 但工程都知道 用的什么 用的什么缆线 直买的 凯装电缆 戴凯甲的 对不对 那你这样 这管线 虽然戴着薄薄的凯甲 你勾机的就哪里啊 60下脑子 一勾机就断了 只要把电缆挖断了 你告诉我 这要触电上亡 危险性大不大 大 那危险性大 你告诉我 你离这个缆线 要远点 还要近点 你是比较远点 几米 远米 对吧 勾机把直买可能 刚才卡装那个电脑 咔一把断 漏电了 危险 对吧 那对管道来说 你管道是不是比这个缆线 危险性要小 而且还要结实 所以说一米范围内 人用开发 管道挖破了 危险吗 也不危险 对吧 就费点水 还是什么呀 多赔点钱 找自然水公司 是吧 关个发门 报库接电容接一下 3000多块钱出去了 你自己接用3000吗 用不了 对吧 就费点钱 但你把电挖坏了 那就可麻烦了 出电了 对不对 尤其你把国防电纜挖了 那你就 为事更大了 对不对 所以说 危险的离他远点 两米 管道省 一米 好 还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 就我挖管道时候 我需不需要人工清理 我挖管道时候 需不需要人工清理 不需要 注意 一定不需要 你就为啥 你这个陆基 你想想 你是陆基 这么大宽度 30米宽 40米宽 你要人工清理 我清到啥时候去 最可麻 他是什么 不得超挖 要留有什么 碾压到设计标过来压实量 是吗 后期看什么 碾压就位的 而是不是 不是人工清理 人工清理说的哪 说是管道 管道是不是很窄 他什么 预留200到300毫米 人工清理 这要清楚 陆基是不需要的 对吗 他是留有什么 碾压到设计标过来压实量 就可以了 好 陆基 最后这什么 也是12吨 这不说了 那么碾压自路两边 向路中间进行 怎么办 路两边向中心 总言是不是再说了 路什么 是中间高 两边低的 对不对 所以说是由低向高一下 你如果你要从反过来 从高往低压 你会发什么 你压完之后 可不是路拱了 是个平子了 为什么 你如果从高度往下压 这一压之后 它就塌陷了 你这边是不是有点松了 这时候会往这边滑一压 你压着压着往这边压 压下来平一下 压下来平一下 你告诉我 这路不就平了了吗 怎么还能路拱的呢 不能 所以怎么从低处往高回压 先低后高 好了 你压食 试图了干涉程度 才去换洒水 换土酱汤 那下 有个最佳好量 水多了 软土了 你能压密实吗 不行 水少了 你能压密实吗 颗粒装 压都密实 所以怎么 要有个最佳好量 诶 又会讲到 很久点 那么过急水管道 沟槽 检压井周围 要采用石灰土 或石灰粉门灰山的侵蚀 为啥 这是我们检压井吗 检压井周围 你告诉我 这部分土 路压 能碾压吗 也就是说 你压鸡 压路机 能碾压到边吗 不可能 如果你压到一阵洞 你这检压井就坏了 你也不能直接压过去 对不对 所以说 检压机根本碾压不到边 那只要你周围这种土 它压实度绝对不够 所以后期会怎么办 会发现成像 对吧 它没压密实 后期一瘦仔肉 它会成像 对吧 会裂缝 那么所以怎么办 要给你补 怎么补 用的是石灰土 或石灰粉门灰山的天使 对吧 压度不够 那怎么办 用石灰土 对吧 石灰土可以干什么 可以是不是可以当基层 那么当物基层可不可以 可以啊 对不对 所以用石灰土 或石灰粉门灰山的天使 好 这我们的麻烦 那挖放挖底 你会发现什么问题 挖了这之后 你发现土质不良 那你怎么办 就要进行不良土质的处理 那不良土质包括什么 包括软土 生硬黄土 同样土 对不对 刚才讲的 那么软土 它有什么特点 水多了呗 所以说含水量高 对吧 那么它的压 脱水性是不是差啊 压缩性很高 强度就低啊 软土水多了 是不是强度就低了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 好 可以表层处理 或者换田 重压 锤排物件 水多了怎么办 把土换掉 可不可以 但是这个换田 有什么问题 是会浅的继承 比如说三米内 为啥 如果太深的话 你换不起 把土挖了 再拉回好土来 你告诉这一折腾 你没干得起来吗 我们干工程都知道 什么最挣钱 土方最挣钱 所以说一般土方 现在是自己干的 对吧 小的你可以换 真的你能换吗 你换不起 太贵了 换田 重压 锤排物件 那么重压 会跟什么 随时排物件 别人可使用 那怎么办 我在里边 给什么 埋什么 应该什么 排水板 要怎么 给它重压 要什么 把水通过排水板 把它压上来 然后排到两边 对不对 这什么 有一个碎石电筒 把水排两边 可不可以 可以 把水排来 重压 或水排物件 来 就我们的软土 排水的 那么深游黄土 什么深游黄土 浴水就呈现了 最后它是结构疏松的 浴水成仙 对不对 那图不好 怎么办 也可以换土 还有怎么办 强夯 你不是控制冲吗 把你夯使了 强夯 重锤 夯一下 对吧 还有什么 几例预计化学 化学固结法 你不是沉吗 你先预计你 怎么 或者什么 参加化学 化学固结法 就我们的 湿性有黄土 好 还有膨胀土 其二膨胀土 浴水膨胀 湿水缩缩 湿也危险 那怎么办 我们可以用灰土装 或水瓶装 进行什么 加固改良 或怎么办 换田 或什么 堆在压 都是可以的 土不好 换了 还有冻土 冻土好不好 不好 水溶 一春天 这个一化 就土石都转了 对不对 成长成长力 就是不够了 就塌下来了 是什么 不能用 怎么办 我们采用什么 增加陆迹的高度 防止什么 受冻 还是什么 选择不发生动胀的什么 弓简材的 这都是可以的 重量的 动土 好了 重量掌握什么 掌握什么 软土 软土和实验防土 好好看一看 软土和实验防土 好 重量的不良土 好 最后一个石方路级 那么那什么是石方路级 重量石方路级都是石头吗 不是 是有土的 我们有土方 土石石方 石方什么 这个杀量是百分之七十以上 土石呢 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七十 土方呢 百分之三十以下 就土方 啊 石方路级 那么石方路级怎么办 要先钉脚 然后怎么办 先马骑颠簿 然后逐层填实 干什么 保证边铺的问题 你说先马骑颠簿 要怎么办 再次填什么东西 然后再马骑颠簿 再填什么 逐层填实 这什么 石方路级 为什么 保证边铺的问题 如果你从中间填 你一震倒 它有轮角的 它会往两边 是吧 滚动的 对不对 所以说先马骑颠簿 然后逐层填实 然后也要读作石间段 那么石间段 咱们在后边讲 后边会讲 什么石间段 那么前路级 才有12吨以上的震动 25吨像轮胎 或2.5吨的航水 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那么路级范围内 管线四周 要回填土料 干什么 保护管道的 这回填土料 你看了 有轮角 你直接把这个管道 放上去 这一受力 这管道不就坏了吗 所以为了保护管道 怎么办 周围要回填土料 保护你的管道 好 看一下 看视频 那么路级填料 与甜度这 注意 甜土分成形 咱不处了 那么我们甜度时候 注意 你的路级宽度 要比设计宽度 要宽500毫米 哪呀 就这 这么路级宽度 怎么办 要比两边 要各别宽500 哎 多宽 超宽田 那为什么要超宽田 是不是要保证你路级边缘的压实质量 就比如说 如果你这个压路级 你是压路级 如果你是压路级司机 你告诉我 如果没有超宽田500 你这压路级敢能往到边吗 你压的时候 它是不是会往下滑呀 一震动 哈哈哈哈 一震动 会往滑呀 对吧 所以说 我怎么办 为了保证你边坡的压质量 怎么办 要超宽田500 那此时 你这一部分要压实的 这个这个区域 就这一部分区域 是不是压密实了 最好错过你 那此时的超宽田500 给你计量吗 监理 注意 监理是不予计量的 你想 这是你是保证你质量措施的 所以说 他不计量 那怎么办 那不就白干了吗 羊毛撕在羊身上 你可以怎么办 你可以提高你的综合担价 对吧 那么综合担怎么来的 他用了实际的骄傲钱 除了一些什么 清单量 相当什么 变相提供的价格 实际的花 实际花的钱 除以你清单尽量 尽量 怎么办 这个钱是不是上涨了 对吧 还是钱 所以这个钱 还有你出来的羊身上了 所以说没有赔 还有 那么还有什么 这个对于过湿土 翻松量晒 这不出了 为什么 最佳衡量 最佳衡量对什么 最佳干密度 也就是压 最保什么 他的压实质量 好 先段 那为什么要做先段 先段的目的又什么 要确定陆基的预层量值 那么尤其这个预层量值 一定要跟什么 跟这个四 确定陆基内每层的虚铺厚度 要做个对比 这俩不是一个意思 这不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 什么叫虚铺厚度 就是你填土之后 它是虚的 你压之后 它是不是会吃下沉的 所以说你应该保证厚度 又怎么办 你就要多铺 多铺厚一点 叫虚不厚度 那什么叫预层量值 这个土是 这个土是油性的 对不对 经过长期喝了点下 它肯定怎么办 会下沉量 这叫什么 叫预层量值 你就是在施工中 你就是施工完成后 所以说量值是一样的 好 他要确定什么 确定压实质迹 你怎么能保证 你这个权端压得很好呀 又不要用独大吨位的呀 我连压几遍呀 对不对 所以怎么 要选择压机具 它什么 压实的变数 它什么 选择压实的方式 我是静压呀 这个一样呀 对吧 他能保证 它的压实质量呢 所以说 知道错 是什么 权端的目的 都背吗 不都背 黄色字 黄色字一定要知道 包括什么 育成值 须不厚度 压实机具 压实变数和压实方式 这是我们的权端 目的是什么 就这我们的目的 多少遍 你压多少遍 才能压密实 我需要多大重量的压力机 我应该怎么压呢 对吧 好了 那么这个线段干啥用的 如果还不明白 你们买过房子 应该知道房子 有个叫做碧桂园的 咱不打广告 碧桂园的 那碧桂园的房子 都是什么特点 精装修的 精装修的 那种是什么特点 精装修 那你买房子 我怎么知道这房子 到底好不好呀 他怎么办 销售会带你去哪 销售会带你去看什么 样板间 那么这个样板间是什么 是不是就是实验端 告诉你 你买完房子 你这个搜寻完之后 就跟我样板间 是一模一样的 这不就是实验端吗 是这意思不 以后你所有的这个 后续的施工路 就是按照这个实验段 来修的 对不对 就这意思 是我们的样板间 明白了吧 那所以说他不拆 他不拆了 不拆 好 那么路压实 压实怎么压实 是重力压实 哎 还有我们重力压实 那么 我们重压实是什么 重力压实 进压呗 哎 压力的自动 对吧 这种压实是什么 靠频率 真动 那么你遵循什么原则 先轻后重 干错了 你要直接上重的 那他填的不一样的话 吃不平衡蛋坑啊 还是什么 先进后震 那先什么 保证什么路 啊 先把他说什么 保证他平路 然后再什么 再先镇压 先低后高 为什么 保证路拱形势 先慢后快 轮迹重连 上去就快了 有用吗 慢慢一样 对不对 轮迹重连 那么轮迹重连 干什么呢 就重列一部分 防什么 防止漏压 漏压 防什么 碾压不到 好 那么先低后高 这个记录就可以了 不用再记什么 碾压实 要从陆基边缘 向中间碾压 那么说了半天 这句话说明什么意思 是不是还是先低后高 对不对 所以说不要记什么边缘什么 就先低后高 判断也可以了 对吧 我们知道路是中间高 两面积的 所以怎么办 由低向高压 对吧 好 就我们的压实方式 那压实完之后 我们怎么办 压实完之后怎么办 压实完之后你说 哎我要做 该做什么 该做电层了 对不对啊 不对 为什么 因为我们干工程 有一个质量检查 对不对 那么质量检查有个特点 什么特点 中间极限大 啥叫中间极限大 你把这路修完之后 你是不是能在那边表面啊 那你能检查路基吗 你说把路跑在跑开 给他路基 那你不浪费钱的吗 所以怎么办 我们要做一步检查一步 对吧 经过建立公司签字 才可以进行什么 下导工序 所以怎么 要进质量检查和验收 那么我们路基的主工项目 是什么 保证质量的关键 它影响的重力关键 那冒什么 包括压实度和弯成值 嗯 你还有没有意思啊 弯成值 什么下变形啊 如果变形过大了 那不是成见了吗 对不对 那么压实度怎么测 哎 用的什么 应该是笔直 啊 就应该是笔直啊 可不是说换刀 换刷换水啊 说的不太精准 不太精准 那么弯成值怎么测 用的是啊 贝克曼凉法 哎 这个图就是我们的贝克曼凉 哎 简单说一下原理 车 一般装个二十吨 先里过蹦 啊 过蹦 然后把这个凉 放在两个轮胎的中间 不要触碰 啊 不要触碰 那么底下有个支塔 一个支塔 这部分是悬空的 中间这有个支点 哎 这有个支点 中间的支点啊 大概不是中间啊 二比一 二比一 然后这儿放在什么 轮胎中间 那么当车谷往前走之后 这陆基是不是会回弹了 因为力气取消了 他会回弹 那他一回弹 这个杆是不是会怎么办 会往上抬 中间是活动的呀 所以这儿是否会下降 那你这下降的值 你能看清楚吗 弯成值的变成 那个值能那么大吗 不能 所以怎么办 加一个百分表 对吧 哎 百分表 通过百分表足处 来确定什么 走弯成值 就是什么 贝克曼凉 哎 整个了解一下 最大贝克曼凉 那么这压度 叫什么 又称为叫夯实度 啊 这是什么 土或其他压实后的干绿度 与最大干绿度之比 百分表实 啥意思 比如说 我怎么知道它压实的 你知道吗 我现场取土 现场取土 怎么办 哎 把它放到实验室 进什么 进行基石实验 什么叫重型 基石实验 对吧 基石 有确定的重型 那么我把土 哎 取过来之后 怎么办 做鞋 来确定什么 测标准 对吧 那么水呢 说水不能过多呀 也不能过少 所以说 你要怎么 确定的值 你要慢慢的 啊 慢慢的往里面加水 啊 水不能多 也不能少 哎 慢慢加水 那你水加多了 那怎么办 软土了 那能用吗 不能 水少了 哎 它的结合不好 哎 所以怎么 你要怎么 你要确定的值 那么这个 当这个最巅峰的值 叫什么 就是我们的 最佳的含量 对那什么 最佳的干密度 哎 所以说通过基石实验 来清理我们的 它的最大M度 那 正在M度